小西諾的原因 我們要請小西諾的原因 是我們即將會翻習IATC劇團獎 2018年的第一個獎項 年度舞台科技藝術獎 我們先看看日圍名單 音樂 好 我們有請各個入圍團體的代表上台 是領取的認助的 分別是天台製作中音劇團 前鑽進協劇工作坊、香港演藝學院的代表 有請示範 你見到你熟悉的朋友就回給他 前鑽進協劇工作坊的代表 是 天太製作曲 首編酒曲 是 小小黑的場合 做出充滿臨量的紅會德國的作品 是 中英製團的 是 香港演藝學院的代表 演藝學院的代表 好 大家都很乖地 有請多位入圍的代表先就座 小妻亦都可以就座 大家可能很好奇 我剛才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個入圍評語是什麼 天太製作曲 首編酒曲 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劇場裏 營造出能量充滿的紅管音樂感覺 影像和演員之間的互動貫通流暢 呈現出豐富而且統一的視覺效果 給觀眾投入 同時思考這個作品帶出來的能力議題 哎呀 用這些高科技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太快了 好 中英劇團 活動式的布景設計 令人印象深刻 演員在每次轉場的時候 一個巨大的沙地 推動著一個巨大的木框 好像一個黑板上的字 將它再寫 用來反覆呈現 將故事重新講一次的 這個經典的文本結構 報警本身是聚事的一部份 這個部份 這個演像做得非常出色 前進最次的工作坊 對賭時光 舞台所有的報警和道具 都是互相呼應 微縮模型和現實的隱喻 立體空間和平面影像的互動 剛才我們也有說到這個 互動的關鍵詞 鏡和錄像 人物之間的對賭鏡像 複雜的美術層次 和劇本的豐富層次 混然一體 而且報警和道具 也充滿了很多圓形和曲線 緊扣著命運的主題 《香港話劇團》 《親愛的胡雪岩》 2018的新版 舞台設計簡潔而容 融合了戲曲美學 亦是一個弧形的鐵樂背景 符合100年前 《武力老順》 《鐵糯》的一個象徵 呈現出中國山水畫的景象 和舞台上的木箱 也就是皮影戲台一一呼應 加上錄和人的對比 生命意象豐富 情景交融 加上燈光的配合 令人再三回味 演藝學院三姊妹 空間運用非常出色 而且富有思義 幾個樹幹已經改造整個劇場 故事背景是多年前的韓國 進入劇場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布景的裝置 幫助到年輕的演員 投入角色 亦都令觀眾充分投入到故事的時空範圍 大家看過這個照片 我們現在邀請 年度舞台科技美術獎的巴掌嘉賓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行政總監 黃沛賢 Grace女士 為我們頒獎 我們頒獎 我們通訊 有時當然是黃沛賢 所以這次真是一個好的機會 讓你和我們一起分享這個年度的成事 我們有請你宣布 我得獎的名單 IATCHK劇評人獎 2018年度舞台科技美術獎 得獎作品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對手 謝謝 謝謝你 請做了 不然你有分享 見到你 換點 怎麼講 我接受這個機會是多謝對老池光所有的設計師和工作人員 包括阮漢威 暴警設計和幫忙做目標的許安怡和郎彥坤 還有局長設計的鄭文貴 鄧光 林志恩 音樂 王顯仁 陸像 鄭光雲和後台大臂發賓 朱普營和監製 韻偉晴 謝謝 好 謝謝